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23日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來到星期四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事史 今天也來到 農曆年 4月16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我們現在在夏天裏面 英國天氣 開始變得相當之 溫暖 甚至乎有些時候是炎熱 當然 香港早就已經相當之炎熱了 因為 香港的氣候跟英國相差十月 因為香港 是亞熱大地區 即是說香港 本身也相當之熱 所以跟英國完全不相同 英國炎熱的時間 真的 認真數一下 可能只有大概三個月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香港 似乎又再成為 犯罪者的天堂 真是應了林鄭月娥所說 當 有大量的人質疑 香港人是逃亡 離開香港 移民潮爆發 林鄭月娥 說走了的人全部是罪犯 回來的 回力彪 回力彪回頭 雖然現在當政的 不是這個 是林鄭月娥 但是仍然不代表 回力彪不會飛回頭 這節我們要揭露 香港 已經成為了 犯罪者 你移居的地方 這節要揭露的是 韓國巨星 是一個歌手 名字叫做勝利 話說 有網民爆料 說這個叫韓國巨星 是勝利 已經選擇了移民香港 真的厲害了 又是輸入專才 這些更加是犯罪者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 第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訣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 記得訂閱Patreon 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將會有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放在Patreon頻道裡面 希望大家 就像訂閱報章雜誌一樣 繼續支持 話說這個 是因為多宗刑事罪行 在韓國入獄 韓國入獄 是歌手 叫做勝利 近日有網民爆料 說他已經 是移居香港 而且 更加打算要在香港創業 再重新出發 這個勝利的歌手 是非常之具有爭議 是一個韓國明星來的 但是他現在就是用香港做據點 然後 有 香港的媒體就說 從經濟角度看 又說有兩大產業可以受惠 真是 看圖作韻來的 現在香港 娛樂新聞和經濟新聞 話風一轉 報導竟然說香港 豪宅吸引力還是相當之 濃郁的 他說曾經入獄的巨星 在韓國 再度起步有困難 但是以這個 歌手勝利的知名度 在東南亞 各國走動都會受到關注 所以 他移居 的目的地 應該是相當之審慎才對 這個文章 好像收到官方命令一樣 總之有理無理 唱好香港 無端端就拉扯到 說香港的豪宅的吸引力繼續存在 文章繼續說 勝利選擇了香港 作為再出發點 是看準了 香港市場三項優勢 就是連接著最大的亞洲市場 中國大陸 雖然經歷了 一連串的醜聞 所以入獄 但是 在韓國 因為這件事 因為入獄 他本人在韓國市場是難有作為的 於是 轉戰其他市場 看衝了 香港交通貫通中國大陸 在香港 做據點方便 跟內地談生意 接觸 其實這個文章 儀希德相當之好笑 如果是要回大陸 做生意接觸 為甚麼不直接回大陸 要來香港做甚麼呢 還說 香港貫通中國大陸的城市 我又很想問 中國大陸 有哪個城市不是貫通其他城市 為甚麼 在最南面的香港 零射貫通中國大陸 即是現在香港的媒體的文章 真的好像小學生作文一樣 因為 我最初都在看 為甚麼 勝利走來香港 對香港的豪宅 吸引力有關係呢 我以為這個 勝利 好像 是杜拜王子一樣 在香港大規模 是掃這個豪宅的 根本整個報導內容完全 沒有說過這件事 不知道為甚麼 一跳 跳到去 說這個香港的豪宅還有吸引力 香港的豪宅有沒有吸引力 我就不知道 香港的普通物業跌到趴街 誰都知道 完全不知道 這些新聞 的報導 跟香港有吸引力有甚麼關係 基本上現在 香港的新聞的報導方式 就是用了 這個戈培爾方式 就是謊言說一千次 就會使得大家洗腦 總之各方面跟你說 有明星看好香港 香港 機遇處處 一些無知的藍絲就會是應聲 就說 現在香港還有很多機會的 你看看 某某大明星又跑來了 不單止 提也沒有提過 他來投資豪宅 更加無端端又說來談生意方便進出大陸 要進出大陸 為甚麼不索性 在中國大陸 在香港又沒有生意做 結業就有份 留在香港做甚麼 還說香港的豪宅 吸引人 真的相當好笑 說了一大陸 才說假如勝利在香港要置業 即是說他根本沒有打算 在香港買樓 由始至終 一個 犯法 犯罪者 林鄭說 香港做了逃犯天堂 一個犯罪者 走來香港 還要物業都還沒買 就已經撰寫文章 說香港值得投資 你說多好笑 這個作文的水平 真的好像 小學生叫你漢圖作文一樣 總之 傳 韓國巨星 移居香港 跟著就說香港現在優勢不斷 所以說 香港有沒有可能 再做一個國際城市呢 其實現在香港基本上 是一個反制到 是無法想像的一個社會來的 買了一個媒體 鋪天蓋地 天天好像文匯報大公報那樣 你說要唱好 那我就唱好了 其實那些記者就很簡單 你下了命令 每天要有10篇 那我就寫10篇 每天要100篇 我就寫100篇 有理無理 總之就照射 說說 勝利 來香港 要在尖沙咀 尖東 是搞生意的 在香港夜場 又說有機會 攝足這個酒吧 店 誰都知道 今時今日的香港的尖東 基本上 是徹底 是一個死場來的 早前 才跟大家揭露過這個大富豪 夜總會 復活計劃 只虛烏有 還有變成了非法集資計劃 現在的文章又在亂寫 在尖東搞生意的 就說 是他輸身家 業主供應商也會贏 這些文章水平基本上 是淪落到 跟湯文亮 出來 是廢話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留意 基本上現在 香港的媒體報導基本上是一大堆 是垃圾資訊來的 就是原因 一大堆記者 被命令 寫文章唱好香港 無論這個 勝利是不是真的去香港 只是答應了一句 就是林鄭月娥 就是說犯罪者就來香港 落戶的 即是說 香港才是真真正正的 犯罪天堂 連一個根本未經證實的消息 都可以吹到 香港的產業 有望勝利 所以不是開玩笑 我們跟大家做 時事節目 如果你說香港的新聞 基本上 假資訊的比例 真的不是開玩笑 可能真的高達百分之九十幾 應該說 那個報導基本上是徹底 有齊所有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很清楚 做時事分析的網台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揭露 那些堆砌出來的新聞 哪些地方 是錯誤 跟大家分析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就不剛剛講理會 在紫海道說明 還有拿下 你會不會稍等 你很懂